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 阿森纳也收获了本赛季前八场比赛的第七场胜利 第七轮对阵埃福顿的比赛延期 他们继续坐稳英超榜守位置 根据数据统计 这是阿森纳近18赛季最佳开局 他们上一次在英超前八轮拿到七场胜利还是在04、05赛季 当时他们开局八轮七胜一平保持不败 输掉这一场伦敦得比后 热刺吞下了赛季联赛首败 本赛季英超只剩下曼城一支不败球队 比赛回顾 第20分钟 托马斯在禁区外围都射破门 阿森纳取得1比0领先 这是托马斯英超生涯第一个远射进球 而此前他在禁区内已经有两个英超进球 第31分钟 理查利松噪点 凯恩主罚命中 热刺扳平1比1 凯恩成为英超历史上首位在课场打进100球的球员 同时他也以44球超越亨利 成为英超伦敦得比进球最多的球员 第48分钟 热刺斯在门前简陋破门 阿森纳再次取得2比1领先 第62分钟 安莫森踩在马丁内斯的脚踝上 被主裁判直红罚下 根据数据统计 热刺英超做客球长球场已经拿到了5张红牌 是他们在英超单一球场 染红次数最多的 第67分钟 扎卡在禁区中路低射破门 帮助阿森纳锁定3比1的胜局 在短短19分钟内连丢二球加被罚下一人 热刺无力回天 最终以1比3的比分输掉了这一场北伦敦得比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